我覺得轉進去之後 那個角度會比較漂亮一點 搖座旋轉的方向更正一下是這一邊 旋入的時候是這個方向 因為這樣子的話 現在靠近我這一邊 我這樣 好 跟其他這一些我覺得還不夠 優潤 然後存到一體 Evony或是Provero 之後的那些寶飛龍之類 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出刷子 放心的 任何刷子都可以 放心的刷 像這個Pickup 有時候會卡一些灰塵之類的 或多或少都會 然後 把它做清潔 這個教學影片 希望能對大家有些幫助 好 這些示範給大家看 Dadario NYXL 我個人超級推薦 一套我都可以用半年以上 這樣子 琴頭大概長這個樣子 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小心 不要戳到自己的眼睛或什麼 這些 所以要 雖然我已經習慣了 不太有這個問題 但是各位朋友如果會的話 也會擔心的話 建議還是可以做一下這些事情 至少漂亮 還可以看得出 這個相機機頂 麥克風的這個倒影這樣子 好 來 現在來上行 好 然後再這個繼續 好 好 這樣 分講怎麼換弦 不是必要 但是可以準備碧莉珠 檸檬油 然後 必要的東西是減弦器 不管你是用這種達到有幾百塊的減弦器 還有減弦器之外 你也可以準備 這種一隻幾十塊的這種電子錢 電子錢 反正是可以減斷吉他弦的東西 當然最重要是你換弦要用的弦 還有 當然是吉他本身 在這裡 還有一個重要是調音器 哪怕你沒有那種直接的物理性的減弦器 你也可以用手機來做一個調整 至少你知道說你的音準 是在相關的一個狀態 然後一些其他東西 比如說刷子 有的話也可以準備 如果你吉他有腰座 直接把腰杆拿出來裝上 等一下會比較好固定這個腰座 擦琴布也準備好 然後衛生紙 反正你要清理的東西 你也可以擦在琴布上去洗 但我個人偏好衛生紙 那今晚繼續來分享 繼續來混用 繼續分享 GO 好 等一下 我要這個 今天要跟混用什麼 怎麼樣 換錢 這種類型的集 還怎麼換錢 酒精都還沒收 上一集的酒精 詳情請見上一集 右上角就會有這個 資訊 酒精都還沒收 這一集有沒有換錢 因為昨天打開來看過 有生鏽 那我現在就來做這個清潔 那這一次 衛生紙等一下用來清 紙板上面 看有沒有發霉相關 現在來打開它 我這邊 有一段影片 之前開箱 就只好確定過它有生鏽 結果Sector沒有生鏽 不知道為什麼 一樣都離開兩個月 來 現在來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特寫 來 其實你說有很明顯的生鏽嗎 其實前端還好 主要是這一端 看到沒有 這一端 這個 這裡 第三顯 明顯 你看 這一塊這邊有鏽斑 現在 你畫面正中心這個位置 有一個鏽斑 我覺得安全一律 衛生考量 不然說實在前面還很乾淨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 可能是我擦得不夠乾淨 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換錢 事務於此 馬上來進行 也不用拖泥帶水 也不用其他的 中間我會穿插一些畫面 這樣請大家多多指教 主要 1 這個是方便 而且保護 我放在地面上 不會掉到地上 如果你有硬盒 我很喜歡硬盒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在這裡 硬盒可以保護你的吉他 對不對 哈哈 不然你要硬盒幹嘛 對不對 1 先拿一個衛生紙 把這邊弦 弄過的地方 或多或少可能有些秀斑 之類的 擦一下 好 衛生紙等一下再來做其他的用途 因為他是除 除掉這個張物 所以來 這種 Stradle Caster型的吉他 我的換弦方法 好 1 主要齁 我會先 來一下 其實還行 要繼續用嗎 彈看看好了 欸 幹嘛彈看看 好 其實拿這樣角度 仔細看 不只第三弦生紙 其實 前三弦比較細的弦 在這一塊 一二三弦的部分 上面最細的這三條 都有生紙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要冒這個弦 不管是受傷啦 還是 演出中彈奏中 攝影中 的風險 現在就來換弦 首先 1 我自己的習慣 我自己的習慣 先 找一塊 任何材質都可以 要布是最容易找到的 你平常擦琴的布 即可 等一下 我們不用這個 因為 髒污的關機 所以我們主要 都 是 啊這個 用搖座插著 比較好 用搖座 搖座 懸入之後 我現在去拿搖座一下 好 啊搖座可以來啊 這是我們的搖桿 搖桿 啊通常 用手搬 有時候不好搬 或是你的搖座不是 浮起來 情況下的話 裝個搖座 啊今天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裝個搖座 平常都用手搬這樣子 好 這種情況下咧 把它做一個簡單的旋路這樣子 這應該很容易 還我說它有一些角度 哈哈 像現在咧 因為太久沒用 我就沒有馬上轉進去這樣子 因為咧 我覺得轉進去之後 那個角度會比較漂亮一點 不然用手搬就比較耗力氣 像現在 都沒有進去 所以我決定 用手搬 這是搬得動的 所以不用緊張這樣 來這樣子 然後這個作用是為什麼呢 為了在等一下弦 失去張力的時候 會瞬間 整個搖座 算這個9號 如果越大張力的弦 平常你的平衡完之後 你釋放之後 它會越 力道會大一點點 於是我喜歡這樣做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多重保險 不需要這個步驟 為什麼我們現在就要看看 來首先1 這個 搖座這裡 把這個布固定住之後 你也可以轉後面 有時候在中間這裡 這個位置塞個東西 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讓我比較喜歡塞布在前面這裡 好 搖座旋轉的方向更正一下 是這邊 旋入的時候是這個方向 好 現在越緊了有沒有 緊了 好 這個搖座你可以插著 也可以不插 但是為了剛剛示範 我們剛剛講的內容 所以我會先把 搖座 塞一下這塊布 用這個搖桿就會很容易 可以把整個翹起來 那把布塞下面 好 下面一步 下面一個步驟呢 好 確定這個布 不會掉下來之後 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很簡單 很簡單 這麼個簡單吧 把每條弦都放鬆 每條弦都放鬆 像現在這樣子 還聽得出音調來 不夠鬆 其實都還聽得出來 只是說 就明顯把它做像這樣子 好 大概到這個程度就好 就聽起來很明顯的鬆弛了 這個情況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個 幻顯的理想張力 那當然也有一派的祭司是主張說 不需要鬆直接撿就可以 也不需要墊那個布直接撿就好 沒關係 我比較喜歡放鬆 好 這樣也比較不會彈開 來 如果你為了安全的話 今天也可以戴個手套之類的 因為我會直接抓著 他絕對不會彈到我 好 像這樣 有一個明顯的高度可以拉起來 然後順到一體小技巧 剛剛琴頭沒有 Fender的Stralocaster的琴頭 每條弦都是直的 都是直的 穿到這個旋鈕這邊來 直的 然後再把它鎖進 所以你等一下不用擔心說 你會轉錯邊還是什麼 它就一個方向 如果你發現 你的弦沒有跟前面這個 調音旋鈕的位置 平行 反正是直的就對了 而且每一條都是平行的 如果沒有的話 代表你可能穿錯 好像沒有這種情況 但是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多觀察一下 順便手機 拿出來拍個照 看一下 顯在哪裡 像現在 有沒有 面對上面這一方 顯在弦鈕的下方 記得 你可以用自己習慣的技法去做 好 來 馬上剪弦 等一下會卡一下 因為我會讓琴擦乾淨之後 讓它吸收一下油 再來上弦 不過現在 我們現在馬上剪弦 我習慣從 對粗的開始剪 因為這樣子的話 弦再靠近我這邊 我這樣剪過去的過程 我不會碰到任何一條斷弦的情況 所以現在 好觀察一下第六弦 其實我這邊肉眼看到 第六弦非常的乾淨 但是 沒有辦法一次換半套 所以只要忍痛 整個換掉這樣 不然這套弦真的蠻漂亮 好 一條換起來了 然後第二條 第五弦 第五弦 肉眼所見 也是一看 整個都沒有生鏽 所以呢 也是很可惜 主要是其他弦 不過沒有關係 剛剛這個是不太好 建議 抓離弦近一點 這樣比較不會 有一些不必要的意外發生 可能被刺到 什麼東西 好 然後呢 你看 我拿到的弦 我都放在我的正前方 木 而且我坐在地上 所以弦不要亂丟 你可以減少任何 你可能踩到 或被弦刺到的機會 好 然後這個一隻蠻好 用這個 DADAR有出的 這蠻好用的 直接剪錢就好 等一下我會有 因為細的弦 用這個不好剪 所以我會有 像剛剛那個 鞋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再放鬆一點 比較安全 雖然我抓在附近 但還是可以再保險一點 好 接下來細的三條 你可以發現說 用這個勒 不太好剪 它不會硬生就斷 你看有沒有 我壓到底 它沒有硬生就斷 所以這就是比較麻煩 所以呢 我有另外這個 非常便宜的20塊 我拿一條工具 好 於是我們就可以拿出這一種 一隻 任何五金行什麼都有賣 一隻可能幾十塊錢而已的這種 它叫做電子寫口錢 這個都很好買 反正看到這一種是平的這一種 這個就是了 好 接下來 平放一下 現在發現 欸 你要是怕它彈開的話 你可以再把錢放鬆一點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影響 好 確定之後 剪弦 我自己會拿在這一端 像這邊它彈開 它會往那個方向彈開 然後我手握住另外一端 盡可能的握近 這樣百分之百我剪開的時候 它不會彈到我的手 像這樣子 就越可控越安全 然後呢 對 我習慣一條一條 剪完 就把它 收起來 這樣 我可以確保 整個過程當中 我比較不會有一些 意外的被 刺傷的情況 尤其有時候生鏽的情況下 危險 盡可能 不一定會有那些什麼 可能破傷風啊之類 但是 能夠避免的麻煩 跟這些問題 我們就在前面就避免掉 好來 剪前面一點 剛弄它裡面 好 停 有了 我會先 其實我應該要先拔右手邊 因為我現在過去有可能會抽到這邊 應該要先拔右側這邊的 的行 反正就是安全圍上 你可以自己看看 自行調整怎麼樣弄比較順 比較安全 來 好 這樣子 六條險 就全部都剪斷 現在就可以來 放心的保養 跟擦拭整把的琴 好 然後這個呢 我會馬上第一個動作 就像現在這樣 六條險 這種Strocast六條險 都非常的完整 我會馬上 馬上來把它捲起來 做一個最初步的處理 其實剛剛我應該每條險弄的時候就要弄了 好 像這樣子 過程中請千萬注意小心不要抽到自己 那是 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前提 來 然後身為一個吉他手 我覺得你要自己換險 做基本的保養 這是 基本的能耐 基本的 不是說一直都要花錢 請人家做保養什麼之類 那個是一種 享受 但那個不應該是 因為你完全不會去找人家做這個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好 享受 服務 那是一回事 消費 但如果你完全都不會 這個好像身為一個彈吉他的人 不管你的 你是剛入門 還是說彈很久了 還不會 我是不認識這樣子的人 因為 節省很多成本 然後自己換 增加感情 好像這樣 捲成一捲 一捲之後 輕輕的丟在明顯的地方 在你 妥善處理他之前 都要很小心 來 現在我們都可以放心的 來 檢視我們的整把琴的狀態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來檢視一下 紙板狀況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還非常乾淨 你看沒有任何的 什麼焊垢 或是很明顯的 發霉的霉班 像剛剛琴河外觀 沒有經理過之類的 那個 主要那些髒污之類的 好 這是好事情好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會 在每一次 而且這個是我覺得 玫瑰木紙板 Rosewood 直接用檸檬油 這罐買了快十年 還沒用完 這樣子 好 用這個 就很足夠了 來 首先呢 我會先 塗一點點 在這個衛生紙上面 先去除 第一層 基本上的 污垢跟很明顯的灰塵 好 你可以發現說 塗過之後他會 他會變得比較濕潤 他會變得比較濕潤 然後看其實沒有很髒 不然這邊就看著黑黑的 沒有吧對不對 看出來說 這樣變得比較油亮 光澤 剛剛第一層 我把它做為清潔劑的使用 等一下 我會再故意弄油多一點 第二層讓他吸收 最後再來擦乾多餘的油 他基本上非常乾淨 但是 為了安全 健康 衛生紙 還是要來把它做一個保養 然後現在呢 為什麼剛剛擦那一層 因為呢 我比較希望說 檸檬油可以在 第二層的情況下 可以弄 多一點 比較濕潤的 近濕我們的指板 然後再弄的時候要小心 不然整半都會抽出來 我之前有破過一次 在大學宿舍 大概六七 欸不對喔 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 所以要千萬的小心 千萬的小心 這個 好 像這樣可以把這個蓋子弄起來 如果太久沒弄 它會有一點 卡卡的 好 所以一定要小心 之前就是這個頭 你這樣壓壓壓 沒有注意到它整個噴出來 好 好 然後這個步驟 沒有任何的 困難 就是把檸檬油 尤其這個是設計給 電吉他指板用的 好我覺得還不夠油量 可以再多一點 直接塗在上面 好然後現在呢 我鏡頭的特寫 你可以看到說 多特別 有沒有 我會故意擦整個人的習慣 我會故意當然不用那麼浪費 但是因為這我自己的琴 我可以 有沒有發現 紋路 變得鮮明 鮮艷很多 我會先這樣子 然後馬上擦掉這個多餘的油 而且這剛剛 這其實也算是一點 控制不當 所以我會馬上 均勻的塗滿每一層 這樣子 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狀態 一下燈光位置會比較明顯 好啊咧 好有沒有 明顯這邊上過油 這情況 跟其他這一些我覺得還不夠 油潤 然後順道一體 Evony 或是Proferro 之後的那些寶菲龍之類 反正只要是這個顏色的木頭 都非常適合用 檸檬油 來做一個保養 但是 後來呢 那個 我後來買那把玫瑰木的 Shaker之後 我都沒有再用 它也不會髒 所以就 少這個步驟 不然 其實上油還是一個 蠻療癒的過程 這樣子 好 然後就可以快速的 把前面這些油量 有沒有 擦均勻 擦均勻 同時呢 擦掉過多的油 這是我自己 喜歡的做法 它的味道其實蠻香 它真的是檸檬油 好 這個時候呢 正確來講 只要你的琴 有妥善那個 定期的保養 依舊非常乾淨 它擦下來不會都是一些什麼 呃 血斑 還是 不管是黑的還是 綠色 我有清過綠色的 別人的琴 超噁心 那到底發了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真的很噁心 有綠黑綠黑這樣子 好 現在我手上也擱到那個油 油油 大家可能去洗個爽 好 現在這樣子 然後到這邊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把琴放著 我會先給它放著 甚至放上半天一天 給它吸收 而且是我自己 所以我這個時候都會彈另外一把琴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先放這樣子 給它休息一下 讓它去吸收一下 看看有沒有過多 過少之類的情況 然後呢 同時這個時候 因為有時候後面那一集會比較久才來拍攝 所以我想在第一集 順便把全部的東西講完 有時候隔一天 影片的時候就 delay很久 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出刷子 放心的 任何刷子都可以 放心的刷 像這個 pick up啦 有時候會卡一些灰塵 之類的 或多或少都會 然後 把它做清潔 很明顯 很漂亮很乾淨這樣子 這樣就夠了 不需要 過度 這樣就夠了 唉我的人噁 不能說噁心 汗比較多 喔好不好 汗比較多 體液比較多 豐富的人 就是可能這邊會有一些油過 什麼之類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這把琴很乾淨 我還是要 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 BD珠 很好買一罐 好像一百多塊兩百而已 這樣子 BD珠 直接 噴一點 在紙上 噴到琴上也可以 我用很久了 不用緊張 至少這種 Polyunion 普通這種硬漆的琴 怎麼擦 都不會有事 好 而且擦完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光速 順道一提 這個琴頸後面 用B珠去擦 擦一擦之後 會比較好彈 也不會太滑 啊這個推薦 你還是要放一陣子 再上台 不然有時候上台會突然滑掉 因為病它是油脂類的東西 它還是會有一點油性 不然它就沒有保護或清潔的作用了 好 那如果你的Pickup真的很髒 這邊還卡夠什麼之類的 也可以順便 用衛生紙什麼之類的 做來清一清 那正常你只要普通彈奏 然後都有在 定期的清理 不管是找別人還是自己處理的話 它應該都要是很乾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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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部分都很乾 一般來說污漬不會到這邊來這樣子 只是說我們還是把它擦一下 心情更好這樣 所以這個硬漆的琴優點在哪裡 好保養 你基本上塗什麼都會上去 它都不會壞掉 所以就 就是 硬漆後來 然後又好 好像是成本相關的一些事情 好 然後最後我們這邊還是把 這個 背面也做一個清潔 教學影片 希望能對它有些幫助 好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直接 弄在外面 直接擦 直接擦 不用緊張 非常乾淨安全 直接這樣擦一下就夠了 然後不需要 什麼 不可思議的東西來保養 不用 這樣就非常 我說非常 強調 非常非常的 足夠 那這邊我墊這樣 因為不然 情景上現在還有油 腳上就有油油這樣 好 可以看到這個非常的乾淨漂亮 然後那個 一樣 情景剛剛講過 所以 我也把它擦一擦 呃其實不需要擦到清頭 因為 正常彈奏不會彈到清頭 這邊 但是一樣 灰塵 清一清 然後這Kimoji的問題 所以 擦一擦 好 那個金屬配件 同樣扮演 但是 我這邊就先擦個幾顆 4億 一下 給大家看就好 然後呢 很小 這裡 大概是這種情況 簡單的 擦拭一下 這個Logo這邊 要給它閃閃發光 有沒有 也做個擦拭 好 像 我們就完成了一把琴 全部的地方 外觀上 你已經 看得出來整把插過一輪 這樣 好 我們等一下檢視一下 之後再來 弄另外一段上顯的拍攝 看得出來說 非常的乾淨 油亮 鼻珠拿開 這樣 可以看得出來說 反光上非常的漂亮 沒有什麼 污漬 污垢 等等的情況 所以真的 硬漆非常好保養 人 情景上 非常的漂亮 乾淨 讓他手 示意圖非常的滑順 這就是我們要的 預期的保養效果 自己就可以做得到 省時省錢 不用特別出門 預約 如果可以做得比你自己做得好 沒關係 你享受這個服務 值得付錢 但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身為彈吉他的人 自己的基本素養 你應該會自己保養自己的吉他 所以來分享這個影片 好 所以接下來就這樣子 好我們先把它靜置一陣子 好清一下 琴盒裡的 衛生紙屑 好 然後呢這個時候 有時候按了琴對不對 我在換 所以我一直很喜歡硬盒 就是這樣 好放進來就好 放進來 然後這個時候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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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搖桿 剛剛都這樣子對不對 搖桿一定要拆下來 對 搖桿一定要拆下來 不然你用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凹到 雖然也不會造成太大的那個 但是不要就是意外比較好 還有一個容錯的空間 但是不要意外是最好的 好 現在這樣子 平放了吉他 我們就完成了這一次 前置的動作 然後把它輕輕的 這樣就好 如果你搖桿忘記了 你還可以 至少不會馬上 突起來突一塊 趕快拆掉 不然那個碰 完蛋了 輕輕很難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就是不要造成這個 沒有必要的損傷 然後如果你空間不夠 你還可以把它蓋起來 立起來 那我習慣先放著給它這樣子 過一段時間 之後再來做其他整理 有琴袋的 你可以放在琴袋裡面 就這樣 像後面那樣子 把它立在 牆邊 明天回來 因為都是保養油 所以很乾淨這樣子 之後明天靜置一陣子 只剩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用比較充容的算法下 來解決這個 它讓它可以稍微舒緩保養一下 然後剛剛講的 你真的空間不夠 像現在 等一下這一塊 搞不好我順便拍個 寬木吉他弦的影片 所以我這一塊勒 我就會先 把這把琴這樣子 然後 你就可以把它 立起來 像平常使用硬核一樣 所以我很喜歡硬核 去放在其他地方 像琴袋以前沒有講過一樣 好 現在就可以把它 提走 先去放別的地方 好然後很重要的 電吉他 我用電吉他弦 剛才出來這套弦 我收一陣子了這樣子 這一次剛好換掉 DADARIO NYXL 我個人超級推薦 一套我都可以用半年以上 這樣子 這一次我只能換 1046弦 然後這一套 是我等一下 打準備來換木吉他的弦 對 那現在來 好 已經靜置了 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看到說 上面這個 他這些檸檬油 稍微比較吸收 比較不會再那麼潮濕 我覺得這是一個漂亮的狀態 這樣 一個good condition的情況下 好現在我們來做上顯 然後我還會再把這個油 做一點擦拭 不然這樣太油 個人的偏好 上面就現在來擦一下 簡單來說 現在我手持 就一隻 手拿相機 一隻手 簡單擦過一遍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這是對的 結果發現說 他稍微更乾了一點 然後紙上的油 也是微乎氣味 代表說剛剛 不會上太過 如果上太多的話 這一次還會看到一些油 這樣子 然後再來看完工 直接 至少漂亮 還可以看得出 相機機頂麥克風的這個 倒影 這樣子 好來 現在來上顯 好 接下來要來上顯 今天的主角 我們這個 N1XL Datario N1XL 1046 我的弦 好久沒有把這把琴 換成10號弦 1046 我準備 要來看看 接下來效果會怎麼樣 所以 於是呢 我們來打開這個包裝 之前有 那一集應該已經見完了 還沒的話提醒我一下 你還沒看到上一集 Sector 9把換琴的狀態 我今天就是換 N1XL的 10 0942 的情況 然後現在 每一包弦 它有不一樣的指示 請按照它上面所教的這個方法 於是呢 你看到說 這邊它有相關 第幾弦 它都寫得清清楚楚 可以撞到八號 88條弦 那都有寫 就是從1 最細的 1 2 3 4 5 6 所以6是1 金色 連Standard Tuning的這個音準的鞋子上面 做一個提醒 於是我們看這邊6條 就好 然後國外的話 如果你 收集這個包裝上的序號 就是以後你可以換一套鞋子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還沒有 加入還是怎麼樣 我不確定 總之 沒有支援這個活動有點可惜 好 這麼來 我會習慣從正三幫把這個撕開 它裡面呢 這個袋子我還是會留著做個紀念這樣 畢竟看 喔 沒場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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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帶著鞋不要急著丟 因為上面有指示 你拿一條鞋 如果你忘記的話 你已經丟了 你跟他回來看這個 沒有關係 開玩笑的 來 我自己最簡單 NYXL他們的放鞋方法是這樣 它6條鞋 兩條 兩條放 總共3組 最粗的兩條 中間兩條 最細的兩條 所以絕對不會搞混 我很喜歡就是這樣子 來 於是打開 紅色 黃色 剛剛我們知道金色 夠的 金色頭上面都有對應的顏色 紅色頭是第5 金色6 紅色5 所以我們現在從最粗的兩條開始穿 再者 我自己的方法的情況下 我覺得先穿粗的 就最不會斷 然後首先 我自己習慣一個做法 雖然這個不是很必要 但是我會先把全部的這個 上面這個調音線有那個孔 全部對準我這一邊 等下我穿過去 線就是直的 然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轉 就不需要在那邊再對那個孔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自己在換的時候 我喜歡那個做法 這樣子 然後 有粗的裝到細的 那粗的也比較 這個耐性比較強 就不需要擔心什麼 轉一轉太快什麼壞掉 我已經十幾年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了 但是 我們能夠避免任何的意外 還是盡量避免比較 很漂亮 上面有一層很漂亮的鍍膜 哈哈 我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呢 把琴森翻過來 於是所以我現在放在大腿 或是琴盒裡面 但為了今天方便拍攝 我還沒有工作做 所以我先放在大腿上 然後小心不要接觸到肌膚 盡量放在 反正不是你肌膚會流汗 有任何油脂的這個地方 好 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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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弦 對準琴橋後面 這個孔 很明顯 123456 就自己對下位置 從最初的開始 我習慣先把 一組一組穿完 之後再一起來上 這樣我也是可以上完全部的弦 然後 第五弦 紅色 穿過去的時候 小心不要穿到腳 好 來 好 然後最後再突出來檢查一下 有沒有 金色 最上面 紅色 第二個 喔沒有 在裡面看過來是顛倒的 因為他真正要拿過來這樣子 喔有沒有 第六 第五 現在勒 這個角度非常難弄 但為了服務大家 我還是要挑戰一下 比較 比較 抱歉 沒有助手 然後 我自己的 上次那個腳架 相關的器材 又在旅行中遺失 所以我只能靠自己 所以請各位多多包涵 來 我自己是這樣換 你自己可以留一格半到兩格 我自己都是琴頭 我留大概一格半 最保險 一格半 甚至有時候你可以留一格就好 像今天我打算留 1.2 1.3 之類就好 然後呢 你就可以開捲器 就那麼簡單 捲弦器 或是你有電動更好 但是我 省錢 只有手動 的情況下我都只換自己的弦 所以來 各種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相關的方法這樣 但於是呢 我自己覺得 基本的捲法都夠了 我是沒有在琴頭上面再繞一圈去捲 去鎖定他什麼之類的 我是直接 直接轉一圈而已 我覺得這樣子 至少我在這幾年的 用法裡面呢 沒有什麼大礙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這樣子 好 於是你這樣捲一捲 不用捲到太緊 這邊大概留兩到三圈就好 這邊 所以不用留太多 剛留1.2 1.3格 蠻剛好 因為等一下捲 調完音之後 調到音準之後 他就會剛好 我會習慣在調每一條弦的時候 先這樣子 不用調到準 不用調到準 但是我習慣先調到一個音刀 等一下 你 他就可以先試 在這個同時 撞起來同時就釋放一些張力 這樣子 好 第五弦 好 一樣 留1.2格左右 我之前都留太多 哈哈 然後勒 先 轉一下 固定 我會先 我雖然沒有鎖 但我會把它壓一下 壓一下 把他多一些 助力 等一下 比較好 不會跳出來 什麼之類的 雖然我已經 習慣了 不太有這個問題 但是各位朋友如果會的話 你會擔心的話建議還是可以做一下這些事情 這樣 那一套那個上面打一個解鎖定他那個做法 其實我做法很類似 但是 直接打一個解會比較漂亮 哈哈 好 我是自己就 沒有再特別量打 因為我覺得 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 差異這樣子 然後建議 如果你會擔心 手跟弦的接觸的話 其實在過程當中可以戴個手套 或是 這個情況 像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我琴布在這裡 對不對 在琴橋這個位置 不然你可以拿 因為其他琴布都在洗 兩個又不在家 你可以拿另外一塊琴布包著你的手放上去 就可以更加的避免 這個 情況 好 好 漂亮的弦換上去 其實不用做什麼調音 他就會直接 做好這樣子 我想我們就 不需要 直接卡任何內容 我們可以直接都把它裝完 齁 就給大家一個範例 然後明天我就開始直接彈了這樣子 好 四三弦 黑色 綠色 黑綠 好 一樣 盡量把它放在褲子上 這邊不得已 不然你可以盡量放在琴布上 或桌上 或是琴盒裡面 最安全 最保險 黑色第四條 綠色第三條 因為這個過程之後 你還是不會馬上可以把音調整 所以他需要一點時間 釋放張力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在 過程當中 我會先 先去調整 先把音 給他一個一定的張力之後 等一下就會比較輕鬆 好 其實現代的這些 你只要買的是名牌的錢 其實基本上他都非常 耐用固定 你很難在換錢的過程中把它弄壞了 至少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其實幾百年沒有壞過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任何那個 就放心調整 就對了 好 於是呢 這邊調整 然後自己確定一下 好 黑色第四 就是綠色第三 沒錯 之後 就可以開始 給他進去了 然後呢 這一種都是 Snowcast的 一條弦 還有一個砂頭 一個琴橋那邊的那個支點這樣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這樣 有個Teddy 那個 Classic相關規格的Teddy 他會只有三個 好 你會兩條弦 共用一個 有時候 不小心就會看錯 所以 你這個Strainer 比較不需要擔心這個情形 好 好,然後在這個繼續 隨著顯的數量增加,你就可以放心再給他多一些張力上去 不用擔心任何的可能會對某一條顯施加過多壓力的情形發生 我們有很多東西的主要 不要讓我看看沒關係 這是單獨有聲在角色上 應該還可以變成的 味道才能 是新鮮的 然後再做什麼 用來翻一下 這是單獨有聲的 太一道 我們要去做這個 好 阿 這樣全部險都已經上完了 直接跳到最後面這個步驟來 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 現在呢 我自己個人這不是必要 你可以馬上就把那個險剪斷沒有關係 但我自己都會 就是 就是習慣 這其實是一個多餘的動作 就是讓它放著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再剪掉 我想要這樣子 就算出了什麼意外比較好救 比較不會有什麼 嫌不夠之類的問題 或是你留太短的嫌之類 你就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做運用 琴頭大概長這個樣子 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要小心不要戳到自己的眼睛 或什麼之類 要非常的小心這樣子 現在就可以拿出準備好的調音器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 大致上的音高 我會在現在這個時間 直接就把它一次調到差不多 定位的位置 現在已經是低了 好相信我會直接一次把它調到E 把它調到準的這個音 因為等一下你全部調完之後 它的那個整個張力會開來 它又會下降 所以不用太緊張 甚至你可以調到F 我以前甚至有時候會這樣做 嗯 嗯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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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同时就再刷个空 因为到时候大概音准准不准 然后再继续调 然后调到一个状态也发现音准 会比较接近稳定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更常这样做 就是在还没有调准之前 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弹 然后不要忘记我们还有琴桥这里 这个时候我就会拿掉 把布拿掉 让它这个张力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琴桥有点巧 因为现在 我从9号换成10号弦 所以之后还要再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所以通常如果你换同一个厂牌 同一个size的弦 你就不需要烦恼这个问题 或者来调整一下弹簧啊 资料等等的事情这样子 好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为我们荧幕误掉 哈哈 应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弹奏 甚至可以摇杆 装去开始摇 因为它始终是需要时间去调整 所以你现在 如果你很急躁 想要把它调好 那也是没有用的 它依然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先 好最后一次 好大概是这个情况 对不对 我会先把 看刚刚我压在一些什么琴头上 可能做一些辅助穿弦之类的 这些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多少会摸到这个琴头这里 虽然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多此一举 龟毛举动 但我还是会稍微把它多擦一下 然后再一次擦过整条弦 然后这个同时 因为你在擦弦的时候 它也是对这个战力 多了一点感觉 因为这个是换不同弦境的弦 所以之后呢 可能还会再做需要更多一点的调整 但基本上已经换完弦了 这是StrikeCaster 整把琴换弦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你觉得牌员怎么样 欢迎留言指教 按赞订阅 分享 更是感激不尽 我也得告 让我把你再回 希望说今天的节目对你来说有一些帮助 这些有意义 有实用性的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也得告让我把你再回 最后一次呢 我们再把这个弦 调到 准的音 好 之后就给它一点时间 让它释放它的张力 然后调音器就可以收了 好 然后因为已经插完 所以你不需要单机 就算你很多天之后再回来 看这把钱 它一样不会有任何问题 就把它放着 好 OK 就可以把 那个 金盒盖起来 小心 哦这个甚至 它会有一点卡住这个金盒 大家无法完全密合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 像现在 我发现 哦 这只卡在这里 诶错误示范 所以轻轻的盖型盒 真的是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件事 好 密合盖上之后 好 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可以收起来做纪念 这样 这样收起来做纪念 好 接下来 我就 静置一阵子之后 日后再来把它调好 走 希望说今天影片 如果你有咬的 感谢收看 请多多指教 现在已经满头 大家看我要再冲个澡 再来看剪辑 或是做后面其他的事情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频道 还有更多相关有趣的内容 音乐分享的创作过程 等等的事情 请多多指教 我一定会 再会 拜拜